好 張超雄議員 主席 我想搞清楚我們現在正在討論什麼 即是我們正在討論是否應該討論 如果你都不討論什麼 剛才說了這麼長時間 你發現我希望圍繞著需不需要討論 需不需要討論 我當然認為是需要討論 OK 行 因為現在我們正在說一個莊嚴的規矩 就是在財委會當有議員提出動議的時候 究竟主席有沒有權 說這個動議不需要討論 就要付諸表權 明白你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會議程序 如果當有議案提出 主席是有權不允許討論的話 這個是剝奪了議員 現在你在討論 是 我就告訴主席 我說這個程序很重要 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我們希望清清楚楚 因為如果定了一個壞的先例 如果又是令到這個會議以後 引用這個先例 我就恐怕對於這個議會 有一個很大的限制 我簡單回答你 明白了你的說話 就是我交給議會決定 我並沒有說不准討論 請你再明白一次 我剛才想說 主席 我也不是想跟你對話 不過你剛才的確是說 這個陳偉業議員的動議 不需要再討論了 立即付諸表決 所以這一點引致我們這麼多議員 挑戰主席你的權力 是不是有權這樣做 亦都邀請法律公安 我的權力是交給委員會 我再回答一次 交給委員會決定 我從頭到尾都是交給委員會決定 主席 委員會決定 都是要經過討論才決定 就不是說付諸表決 現在問題就是 你一味說付諸表決 不需要討論 然後你說連討論的權力 我相信他們都混亂了 我問需不需要討論 都是由委員會決定 如果你再重複 我也沒辦法 主席 其實我不是想跟你對話 我也是想不斷表達意見 不過你又不斷回應我的意見 我在這裡要講得很清楚 其實我所理解的議事規則 當有議員提出動議的時候 我們可以討論 如果有議員要求討論 是應該要討論 主席是不應該說 我們不能討論 立即付諸表決 這件事是破壞了我們議事規則的 好